RNG下路一直都是打得很不错 然后他们俩的配合也比较好吧 然后我感觉我们要注意的点是 感觉是他们和那个V的联动 有时候也比较好 然后可能包括小虎加进来的一些 像在下路的四包啊 这些我觉得要小心吧 昨天吧 我还跟他聊天 他说下次比赛要不要就 我们俩一起合到一起跳舞这样子 对 打1DG的下路 就是也认识蛮久的嘛 然后因为他们两个人打得很多 平常训练的时候也交手过蛮多次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线上 跟打团各方面都抓据能力就特别强嘛 所以说就是对线也要注意好 自己的各方面失误吧 减少一点 然后打团也要小心他们两个 对美口想说就是 他没想到自己爆出了 他自己是我生命班的安慰的身份 然后以后我要小心点他吧 小心美口吧 因为确实他安慰缠得很深的 拿九头也行 拿九头一番打你隔温也能打嘛 嗯 对吧 九头确定 现在主要是有个 嗯 巨魔的原因 可能不太好出一个特别肉的上单 呼吸哥这里 应该是隔温吧 我觉得隔温还挺好的 但感觉现在隔温确实没有以前隔温上线那么高了 就后期的强carry能力没那么强了 但留在这个点儿能去拿的好像也只有隔温了 嗯 而且拿了隔温 你点然后拿尖击 嗯 还是隔温吧 隔温 隔温是最本的一个选手 这最舒服了这里 打团比较稳 没毛病 RNG这个阵容呢 就是上一把真的有点换过来了 但有一点就没有感觉 就EDG的阵容没有上一把RNG那么快 因为他这把牵手能力没那么强势吧 是 这把真的我觉得具佳的压力有点大 对 他出去得做事 射体辅助会真的好吗 对面手这么长 所以我之前有个很精彩的表现 哪场比赛来的 呃 呃 一般这种小民玩的挺多的 是 主要是对面双C手表强 可能射体团战太容易死了 嗯 他这个主要选出来感觉还是想打对线吧 对线比较柯泰坦 对 打对线要打中期的一些节奏吧 嗯 但双C手感觉阵容方面 RNG这个阵容在我看来更扎实一点 左边阵容确实就像AJ说的一个巨模一个色体打团不太好进去 对太笨了 会很容易被那种沙皇捅的半死吐活 所以刚才不是说吗 他压力大就是因为他前期必须要打出优势来 对 他不能说我跟你正常发育跟你打后期阵地团 这肯定不行 反正这个阵容不像说上一把安静那种阵容有了一个卢娜可以一直抢这个中路的节奏 成为中期的节奏支点 而这一把下路去厄菲流斯 你不太可能让厄菲流斯成为中期的节奏支点 所以有可能会发生中期节奏断倒是情况出现 除非是什么 巨模和延剧的节奏能够一波接一波不断倒 但这又太难了 这把我觉得万豪选出来最大的作用还是看对线 对线如果没打出效果的话 团战万豪这个英雄挺容易被右边拉出 对 打出分万豪都是看一级拉不散先拉 对 就是前两级能不能打出这个招显身技能差 是 我先给你把这个 由巨模摘下来堵一拱 放个柱子 这种可能 这把可能R&D的下路压力会很大 色体已经选出来了 但你换个小去想 他们应该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初期一定会很小心不被你换技能 不给到这个巨模过来能干个到人的这样一个机会 对吧 所以刚刚再回想一下 一滴一在最后一车是办了一个色体 办了一个塔姆 所以他也是想到了可能要抢这种先手的英雄 然后去包下路 这把我觉得一滴一的想法就是一直要高 下路 四八二也好 三打二也好 一直要高你下路 但是这个下路还是需要有一些支持的 比如说提前打掉一些张维之技能 然后下路能够囤一波足够跃塔的兵线 以及看好对手的其他路等等等等 是吧 就看R&D能不能防住了 是吧 这感觉是个名牌打下路的 名牌打下路 蓝水晶出门那么久筒 哦呦 有点自信真的说 蓝水晶先攻 觉得多些没压力 全军出击 这把两边的一级都没有动作 那这把圣江哥应该是要走 都涌霜了 直接怼上来 打个先攻 5加11很舒服 开局领先一只兵的钱 哈哈哈哈 呼吸哥这把还是一个正常的急跑 看打团发挥的 这阵容确实带急跑可以 好那大家可以配合我们上校健康操动作 做完健康操手不抖 那谢谢上校 大家赶紧截图扫码 然后来领我们这个优惠券 嗯 小微是下半步骑的 哪里把下路啊 你确实要一直让天过来 对他这个你看就很懂 嗯 我没必要出击给你搞啊 不给你距离 不给你距离的 出击哪怕漏两个兵 两边换起来换得很激烈啊 是 药都只磕得剩下一层了 又是怼肚皮 看第一波节奏点在哪了 反正RG下路已经是很清楚的知道这把该怎么玩了 摆出一个防守架式 对 对 想不想想 还是给到了距离 哦 这波嘎拉有点走位的失误 W也打到了一个真心伤害 93D真实伤害 也尽管的很久了 他还是给到了距离 这个下路可能要来了 对 要过来约了 这波兵线讲道理 真的是 你可以完全等他走进来 这等是小微过来 嘎拉要走了 那这样的话 小明子可能要被卖了 很吹的 没人在管他 所以体能砍他 赶紧过来他 还有救了一手 又勾了一下 但是自己要被逼闪 这波刚才还不能过来呢 闪现肯得我死了 死了 减速到了呀 再一个Q 呦呦 这个 等一下TP过来了 应来 小虎赶过来 但是一个杀虎比也来了 格温也来了 闪现皮咚要杀美口 美口是倒了 但是后面人家能留住吗 说实话 格温这波下来的意义真的很小 多血亏啊 看了个体跑往前冲 不管了 有一个核 有核体加速 但前面有人啊 对啊 这一波真的 哇这个TP 居于后悔 是而且你刚才 旁边的眼看到的情况之下 你早点提也行啊 这一波的联组反应 还是盖拉那个组 还是盖拉的问题 他不应该走上去的 下路有点伤啊 这一波线肯定是要掉的 对 已经知道射体一级很猛的 他还是给了一个很完美的角度 对 本来感觉都是摆好架持要防守了 但是盖拉第一时间被逼出了一个进化以后 你自己就懂了 我肯定要怨你的 小明属于是被迫 被吸血了 你又想不去 想不去保一下兄弟 这也没了 对 盖拉这波有点 亏大发了 还不如直接走了 真的亏大了 还想 德文下来是真的巨亏 是 他可能就是 下来的目的就是 防止你过来继续打 他太团备了 而且下路 ETG这里有一大波回推线 这个下路的差距有点巨大了 有点崩盘了 这下路真的有点崩盘了 诶 上路这波回家又做一个水滴 那他出这个蓝水滴的意义在哪 诶 不不不那个 他要这样的我还不如 对我的意思就是他 红水滴出门 对我的意思就是 红水滴出门 对 早点急 他可能是觉得 出完这个蓝水滴回去 能结合那个 对我钱不够 有可能 可能应该是格温太早走了 对 导致他 而且格温走了以后 刚才好像是因为声唱歌 看到格温走了 他就疯狂用技能推线 对 把自己蓝打空了 然后回去又出了个水滴 因为九桶上路一般就是 要么水滴出门 要么就是多蓝剑 对 多蓝 对 蓝水滴还真的是挺少变 但这样下路打完一波之后 感觉嘎拉这一把挺难受的 下路有点崩盘了 他现在对不了线的 你看一下补刀嘛 二十刀啊 这波线回推推过来的话 也有十一刀两拨兵的差距了 哎呦 小走位可以啊 可以走位 他还是被晕住了 但是后面还好 因为小微就在旁边 对 住的是直接怼脚下的 他还有一段小微移 上路呼吸哥属于是牺牲自己 下路啥都没捞了 还把这个急跑交了 巨伤 但对一些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对 九统也压不住他 主要九统这个出装 是没什么进攻能力的 他也只能发运 对 他这个出装是 格文看起来很舒服 完全没压力 这里过来 有小马马在旁边都在打 有伞啊 哎呀 威普 哎 波笔没伞 拿起来 波笔要死 是 小微要倒了 注点力道 利用小平做一个位移 闪见过来 这一把两边前期都是 哦 有突过来 小虎打了一套 哎 这不来 主持把自己跟下路完崩了呀 车底崩了呀下路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万豪加巨魔就有效果了 这两个 对 很有效果了 前期有节奏 就属于无敌了 这样一看好像比波笼好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由于下路有这么大的优势 等会延确继续给下路压力的话 下路可能要被打穿线了 这没想到今天这个最后一个BO3两队都是在前两局 我觉得 在前期吧 给了个大机会 而且你不要忘了 现在Mako车还有闪现的 是的 这个 啥的没交 真的是随时随地拉回来就可以杀了 小微现在有点硬保下路的感觉 嗯 一直在下半区绕 主要他这把中上都不太好去 不太好配合 又要来 绕了一大拳 纠集绕 他就想死方下路 我是感觉现在一滴剧就去了 那也是一直在下半区 嗯 这波要动 小谷也来了 要动嘴动 外婆是没闪的 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了 没有这个位置 往前走 没有人肉事业 感觉到了伞生线高 又到了 这波应该是有了 推出来 眼球又不给嘎了 小谷过来收个锅路费吧 要买买好一套 说实话 这波没有推到Mako 感觉收益就那样 对 真的收益就那样 但是这波还想动Mako 呃 这波还想动的话是有机会的 他是奢提又不好约的耶 这波也在不远处 主要还有一个蓄于空前 诶 沈翔哥过来偷了一个F6 还给你留个小的 把野权给你偷了 还能打红buff 当然是格温过来看一眼 没看没看 真是沈翔哥这波让对手都没想到 哇 这波 感觉小威回来 看到自己空荡荡的红buff也绝 哦不对 有一只小鸡 沈翔哥这边灵机一动 反正上楼挂着也是挂着 他想了一下 九头反正也是个打野英雄 还想想包 哦 这波反应可以啊 三包一格温 哦 想动的 有起跑 看到了 顶道就急跑先开 嗯 直接封路 一伞过去留 拿这个位置跑不太掉了 跑不掉了 军夹柱子立一下 眼头要不给一下 嗯 真的要让一下的 最后再挣扎一下 还能换一个吗 换不掉 被弹过来 子高才拿到人头 三个打一个 不太会被反杀 现在感觉这把又是轮到RNG 有点小炸裂了 是的 好车没了 但这把炸的没有上把 一定炸的那么彻底 但是看一下ADC的补到还是挺彻底的 你换手的去说 RNG这把唯一的优势 我觉得是他们这个阵容后期有说法 是有点说法 有点说法 但是现在的劣势已经有点 太大了 越来越太大了 柯比道6 轮温踢出来还想接 哦 沈阳哥是没什么状态的 哇这 居家有大招啊 还有扯闹 他逼进去吗 哎 这波的话打准备打到 哎 这个美股这波差不多好大失误啊 好像出失误了 在这里小薇 小薇倒了 而且沙皇赶回来之后 有点打不太过 而且这个先锋也没抢到啊 小薇就等于是白白打到自己的 大招闪现和生命 然后啥也没守着 这波的两边打的都有点怪 反而下路这里 对 嘎拉是成功逃脱反杀了一波 这波就是动手之前 我们本来以为动手那方会有优势 但是都打输了 把技背包金塔了 是 我这波不爆可能 不爆你就直接打死了 对吧 或者说他这个大刀可能没击到好伤害 是 主要打不就也没打到 这波看什么情况 大招被打断扎了 我深掌可这波操作可以啊 一有个闪现 十二哥这个我挺帅的 而且还交了一个死亡闪 嗯 又是走路去拉刀 听话解 好像真没必要开大刀 A两枪挂个W都有机会了 而且他那个 也是 主要还有一个闪 闪现的话是拉开了W的一个距离 对 对 这一波甘拉是闪现 他可能觉得就是你有想无想把你直接按死 对 但抱着这个角度 厄菲流斯其实也A不着了 对 厄菲流斯后面的伤害也被甘拉的闪现拉开了 对 但厄菲流斯这一波回家狂凤已经有了 现在下路 RG的下路依然有很大的劣势 嗯 自己没双招了 对 巨魔的人却来就直接死 哎 巨魔这把超飞 这把十分钟又直接神话装了 是 下路这个补刀差距真的有点大呀 这波视野也抢了一轮 小虎的发育倒还正常 小虎对吧 101的一个数据 大面具也有了 看这条小龙 这条小龙啊你可能还是争不了 因为下路的劣势太大了 顾一下小虎 还运作没散呢 有一个大招 但是感觉还是跑不太掉 哎 再做一个位移 这波有点帅啊 波比推了一下 但后面打不了了 赶紧溜 对 巨魔有神分太猛了 现在 等一口谁都受不了 还有大招的 哎那这样的话 周虎直接过来爆了一波 因为他是有先锋的 有先锋可以给 嗯 拉到小明 小明有勾 哎不给知道了嘎拉 嘎拉 嘎拉这一波没有双招 但是 诶 死高的一行也没有放大 嗯 而且嘎拉这个位置 提前运势大的风险 直接往后撤了 本来一直玩的好难受啊 是 下路这把嘎拉是有点坐牢的 是 哇 对位压了一杯子不到了 对 而且厄菲罗斯一直在吃肚草 这个先锋有必要给吗 给下路 硬仰啊 感觉没必要给啊 给自己好一点其实 其实给中路好一点 其实这个先锋一放嘎拉还更舒服一点 你赶紧推 不要瞒这五个远程兵是逼死的 哈哈哈哈 对吧 有道理 但是这先锋能不能撞第二头呢 撞第二头还可以接受吧 勾一下 我来想打开 他开了一下 但伤害不太够了 完全没伤害 真的没伤害 包回来 我有一小兵走很细节这波 还可以这波成功的逃生 而且正面这三个人确实伤害能力太长了 这波先锋还撞出来了 撞出来了 严阙封路推阿塔 封一下走位 波比斯没傻子 怎么办跑不掉啊 有秒表拖一会儿 但是还是个死亡秒表 哇这把也裂了 怎么 今天这两把感觉裂得也太快了吧 都是蓝色方一波 周大悠 由上路碎 叫碎碎就赢了 对然后 红色方都是一开始 有一波 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上头的操作 这个说明啥 还是严阙 还是严阙 但是严阙 但是这把我觉得是属于 这跟严阙也没什么关系 对这把是属于二级那一波 被万豪拉到 是很伤 这把属于对线出了大问题 哎呦 上路这里又是一层出层呀 刚才上路那波包 格温包的 让星山哥也挺舒服的 是 就无限透理钱的可以 对 有那么厉害吗 颜阙 看起来真的好 好像有点东西 真的好强 好强啊 好强啊 这个英雄 前几天还觉得他挺一半的 对这个真的是看ID的 就你得会用颜阙这一套 嗯 也是看打野自不自信 对 对 但其实这两场比赛 都是那种就早早的确定了优劣方 嗯 没有说打得很激烈 然后劣势方基本上就只能跑 就属于说 有些局十分钟已经可以点了 但是得拖到二十五分钟 哈哈哈 这两把都是呀 呃 又来偷钱 六四二块钱 哎呦这还挺舒服的 挺舒服 战略点已经激活了 现在看一下 哎 住的立了一下小虎 我打到警告一手 跌回去 哎 跌一下 再按个回程取笑大招 嗯 哎 那也许又逮到了 看自己也不往上走 要动呼吸哥了 可以 哎 还好大招开了很快 嗯 但现在想拥过来嘛 Mako感觉是想过来的 有一个小兵可以拉一下 拉到了 再背回来 大招背回来 他就压在旁边 直接开坑 一个区域轰拳配合 或者伤害 真的毫无办法 就是 嗯 我感觉呼吸哥做的也没什么问题了 W挡掉九筒的大招 他能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呢 他也没办法呀 是啊 他只是个独奔呀 这把Mako选的这个万豪 效果还是打出来了 嗯 除了 除了包金塔拉波计外 都是完美的 然后那波被双招给秀了 这边点人就把塔给点了 现在已经是领先五千了 发现这个版本确实感觉前期有优势之后 太就作为烈士方太难翻了 对没有那种知名事物的话 基本都翻不了 对 特别是强强对抗吧 就实力差不多的时候 烈士方根本翻不了 波比这种英雄烈士 完全是没用的 嗯 还是副作用 给巨摩西打招 是 是 你还必须得出手 你要不就出神分那一趟 嗯 出神分更副作用 虚无不惜你也死了 出大招的意识浪费局模一个大 里边加点抗性 现在啊你进入一个究极 没所发育的 他这个得发育 最起码还得发育20分钟 嗯 他是20分钟就龙魂的呀 对 得把龙魂有点快 先锋也是直接放下来 但是好像又装不出来了 没关系可以装二塔 掩护一下 这波一掩护先锋撞吧 哎小虎好像有想法啊 小虎的位置 嗯 不太有吧 他正面打不太过啊 我觉得 哎但这个位置过来 有想法的呀 不行 但感觉如果不消耗的话 一波伤害是不太够的 对伤害是真不够 现在有点欠伤害 30秒的小龙 看看有没有机会 啊你这把 感觉是想拼一下的 嗯 过来了不管了 拼一波吧 但这个时间点隔温 挺一般的 对挺一般的 相反酒桶这边还是很有用的 我感觉隔温这波是被迫无奈过来参团了呀 对啊 继续手一下 继统现在都不用扎得好了 扎个AOE二场可以了 照了一下 大招封死了 来了 被发现 B动了一下 九桶 这边抱一下 Maple抱得很好 一几次拉两个 颜柯过来一个 小平接被秒了 上面的话是九桶在跟波比互为 乌西哥 推得很好 但是没杀害 这边外部的杀很高 这边拿到一个双杀 就是把小虎也打掉 那这样的话一个 直播Kill的 但是比如说RZ这一波选的就是我想跟你拼一波 拼一下 这波打赢了 可能后面还有机会 结果打不赢 这样比赛基本上都丧送掉了 主要特别是看到这个严血大辽封过来 你也没办法 是 退伍可退 这个就是伤害不够 这边的伤害能力差太多了 这波Maple抱得还可以 抱进去以后拉两个 打了个大的AOE 对 这波是被左手炸了一下 应该是左手炸了一下 应该是左手炸了一下 我看两个人刚拉回来 被炸飞了 这波主要 Maple Maple一直是残血啊 而且你看这个 巨魔在团战里 真的是有点 乱啃 有点乱啃 优势级的巨魔好猛 出了一个振奋 你看他打一波头 打两千多伤害 实在可能 输出很平均 铁牙 真的输出很平均 都是两千左右 哎呀这把感觉又是进入到一个 想下一把的BP吧 想下一把BP了 想下一把BP了 这真的想下一把BP了 DG也要想一下其实 都要想一下 下把就不装了 摊牌了就抢炎炫散了 还是顶着巨魔选波比的话 确实不太好 嗯 但一切都是杀戮拉波被拉到那个开始 是的 一切一切都是拉波开始 嘎拉这把就很难受了 话也太差了 梅虎跟斯高特在草丛里面 哎打断呢 直接逼散 这边要找机会封路了可能 颜学大招封一下 先破一个塔再说 看一下波比沙皇还没有回来 嗯打一个小虎是没有TP的 直接给了不要了 波比想捶一个走 又变回去了 找不到机会 他那个位置多待一会儿可能要被直接开了 像钓鱼路的话其实挺开心的啊 嗯能发育了 哎呀 这把就盛阳哥一直在跟小微打 是 嗯 然后三畅哥是有伞的 嗯有想法 后面有两兄弟直接推过来 直接推波比比东 哎呦距离不够 嗯还被炸了一下 那没机会了 诚哥也是 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吧 20分钟了 这个时候其实对RNG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大龙B团的话RNG有点出不来 一地去稳一点的话就等于龙稳 我感觉这两场比赛 两支这个LPL顶线的队伍在告诉我们 研究很重要 不要选后期这种 哈哈哈哈 随选后期这种随崩盘 对吧 而且前期千万不能出问题 不能出问题 真的这个版本滚起来太快了 这个版本感觉线上雪球滚起来 真的是雪崩 杀路对一些泥酥 小龙都没 小龙都没 都二十分钟的龙混 对 对 就这个版本感觉打八分钟就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这么快吧 差不多差不多 就十分钟以内吧 有点快了这个八分钟 要是两边都不出问题啊 还能往下看 就是十分钟之内如果一边出问题 就基本可以宣传死去了 哎呦小龙这里 直接被抱起来 这波夜拉的不上色 这波打非常输啊 没口气 轰拳又打到了小明 小明这里跑不掉了 小明一个毒皮 再一个Q 没问题 哪可以打大龙了 小明这波真可以啊 拉了三个 拉了三个 他好知心他的色体 是的 这把没口发挥还是挺出色的 很出色 包括一开始 福业一级一闪也这样吧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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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就是过来祖堂上单这个版本确实很不聊的 那是这样的呀 确实比上单多有用的这色体 是的 确实挺猛的这色体 很猛很猛 装了还真好 哦 还有第二波的问题是 第一波装完残血 第二波接着装 一闪流注 又被炸回来了 锤飞 小飞这把多次利用小兵逃神 但是这波的话一滴可能是要拿水龙魂 是最稳的 水龙魂 水龙魂就是杀死比赛 杀死比赛 现在本来就缺伤害 而且你看一滴技打的真的是非常严谨 他就中下两楼兵线全运营过去 然后也去放个眼 留个色体在那边 确保自己拿龙魂 都好快 有这两把 是的 哎呀 这波有可能会一波 感觉RNG肯定也是要搏一下的 看小虎能不能来波 来波齐集团 有伞 飘移推一手 一半的经济差 阎鸽要找位置可能 阎鸽在中路 OK 下波先来了可以 阎鸽可以封了 好像也不用封了 也不封了直接上来了 我觉得阎鸽这个封可能用在梅雅塔 有时候想定一下 打开进球出来 直接封 这么要接管 呼吸哥一打四 但是自己的话扛了蛮多的 这次呼吸的AO1打满了 尽力了呼吸哥 小明过来被逼出一个金身 金额色能起飞吗 起飞不了 二菲这个输出太高了 小虎也在空中被拿下了 小虎也在空中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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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